男生用G調差不多 因為都在高音部分 所以我用男生唱G調 C調 女生的話呢 你最好用D調 要不然你就是用C調 自己自彈自彈 這是第一種 第一種 這是最代表性的 大家一不看得懂 那左手不斷地這樣三連音 對 這是第一種 第一種在座誰自告分泳跳下來彈 應該他是沒有問題的 你啦 你來 你先過來 那他現在他這個 他可以加這個對不對 他不加也可以 他剛剛8嘛 第二排他可以不要加也可以 他加也蠻好的 對 好開誰自告分泳 這個好像有點難 這一個 好這樣也不錯很好 人家說彈一小姐 你那麼多幹 我來 你還不錯 你比我們厲害 臭屁 很臭屁 對 人家就是這樣子 你不服氣 還有誰 誰自告分泳 你要不要來 新同學帶我都還沒教過 視頻 視頻 你左手 左手 左手就夠了 手 手 不錯不錯 很好 好 還有誰自告 然後那個剛剛講的 那你們剛才 後面 那你們現在是掐著 就這樣子 一肩打一拍就夠 好 第三種我剛剛講的 比如說第三種是什麼東西 我看看 分解 分解 就是右手就是 那左手還是繼續打的 要不然就是左手用帥的 但是右手叫分解和弦 那你左手打不上來 就是彈四帥的 四帥的很好用 萬一就不會 你就用這個 對 所以說四帥的是萬能 好 那剛剛講過 那假如說 一小鍵有兩個和弦 這個負面 本來是 Slow Soul的 這Slow Soul 就是意思是這樣意思 本來是Slow Soul 然後 然後變成Slow 你要Slow Soul 那顆的時候 這樣子 就一拍 本來是意思叫 懂不懂意思 三度不要五度就用的 好 大概是這樣子吧 好吧 然後我現在彈一首 那你們回家練 我現在彈一首 告訴你愛的手 手讓用G調 等一下 看你們上來伴奏 那你只要會打Dola法的時候 就可以 試試看 那 好 告訴你愛的時候 告訴你愛的時候 也正是離別時候 不聽我說聲 愛你就走 真不叫我難過 我不能让你走 又不能不让你走 是否能够留下片刻 我让你把爱情带走 可是我不敢开口 怕它会变错 你多余地附和 我让你走 告诉你爱的时候 我已经爱你深刻 明知道今宵 若不开口 今后将难碰头 说出来 怕白说 不说错 那一把修 爱你爱你 花在舌头 我怕你不会了解我 爱你还是不说 我怕你不舍 爱你还是不说 当我中间这个solo的时候主要是弹给你们看 或者是当你真正伴奏的时候 你不能这样子 那么长这样子 你就是大概前面四小学都拉法收 然后就唱进来了 结尾的时候注意 我顺便教一下同学结尾 因为戏调看 要背一下 结尾的时候 假如说我今天是戏调 第一种就是 就是抖 发发抖 这个最常用的 就是发收抖 一个是发发抖 一个是发收抖 你可以延长一下 是吗 一个是延长 我再写一下好了 然后另外一种 就是 抖以后 发 这样发麦拉 再抖 这当然越来越高级的 另外一种 这个怎么用 因为它还是一样 发麦拉音阶 就是发麦拉音阶 就这几个音 然后它是用发麦拉 发麦拉音阶里面的这个音 所以写谱的是 比如说叫降A降B这样 这两个 然后这个叫北 这个就好比说很多歌 很多像 像邓丽君那个叫什么 千语万语 对不对 千语万语就是用这种 它这个 这个 所以这个就是用这种环法结尾 好 我写一下好了 那你们回家要背哦 这个 这个接会很重要 这么多的是 这个有点 我写得了 我坚这对